刀狼背后的两个贵人 实力都是身不见底 全是从打压到爆红 背后秘密终于藏不住了 刀狼爆红成顶流 背后秘密终于藏不住了 刀狼究竟有多顶流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或许可以从他的音乐成就中找到 2023年7月19日 刀狼发行了他的音乐新专辑《山歌聊哉》 其中一首罗刹海士如同一股强劲的风潮 席卷了整个音乐界 据官方数据显示 这张专辑的网络播放量突破了惊人的300亿次 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样的成绩令其他音乐人难以企及 这个数字不仅仅代表了刀狼音乐的流行程度 更是它影响力的直观体现 回溯到2004年 刀狼凭借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了大江南北 那张专辑的正版销量高达270万张 这个数字在当时被人们誉为是传统唱片业的最后一个春天 那个时代 音乐市场还主要以实体唱片为主 刀狼的专辑销量不仅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成功 也反映了他在大众心中的地位 刀狼的顶流地位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作品具有极高的传唱度和市场认可度 更因为他的音乐有着深入人心的力量 他的歌声像是岁月的叙述者 讲述着一个个关于生活 关于情感的故事 这些故事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他的音乐作品 无论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是三歌了哉 都展现了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刀狼的音乐之路是一部不断攀登高峰的历史 他的每一次突破都为他顶流的地位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刀狼的顶流之名不是昙花一现的辉煌 而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永恒 他的音乐跨越了时间的限制 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磨灭的印记 刀狼 这个名字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手 更是一种音乐现象 一个时代的记忆 8月30日晚间 刀狼的一场线上演唱会刷爆众多人的朋友圈 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从当晚20时开始至20时30分左右结束 在这三个半小时里 刀狼连续现唱39首歌曲 观看人数累计超过5220万人 点赞数超6亿 一举打破此前周杰伦创下的视频号直播记录 9月21日22日 刀狼在成都凤凰山综合体育馆举办两场个人演唱会 可容纳1.8万人的场馆 每一场座无虚喜 场外还有两三万人 现场更是引发场内场外万人合唱 歌迷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歌迷如何评价刀狼呢 这位在华语乐坛纵横持场20多年的音乐人 一直潜心创作 如同匠人般十年磨一剑 不追逐热度 不随波逐流 那么 为何他付出后能够迅速爆红 再度成为顶流呢 看看歌迷们的评价 便不足为奇了 刀狼的歌声 曾占据我整个青春的KTV 如今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再次畅想 他的每一首歌 都像是刻印在青春岁月中的标记 都是时间流逝中的痕迹 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 仿佛有一股魔力 瞬间将我拉回到过去的时光 那些年少时的梦想 青涩的爱情 纯真的友情 皆随着歌声涌上心头 让我不禁感慨万千 刀狼的音乐 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它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简单组合 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一种生活的态度 他的歌声 就像是一把钥匙 打开了我们记忆深处的宝箱 让那些珍贵的回忆重新换发光彩 他的付出 对于我们这些老歌迷来说 就像是老友重逢 那份激动和喜悦无以言表 刀狼的音乐 陪伴我们成长 他的歌声 是我们青春的见证 他付出后的爆红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 更因为他的音乐 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刀狼不追逐热度 却是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尊重 他的坚持和执着 让他的音乐更加纯粹 更加深入人心 这就是为什么 他能够付出后迅速成为顶流 因为真正的音乐 永远不会过时 真正的艺术家 永远值得尊敬 歌迷们的评价 无疑是对刀狼音乐生涯最好的肯定 他的音乐 跨越了时间的界限 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刀狼的付出 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 更是对未来的期待 他的歌声将继续在花语乐坛回响 激励着每一位听众 刀狼的歌后劲十足 聆听他的演唱 恰似品味一杯浓茶 出场或许平淡 不觉得有何特别 但细细品味之下 却发现其味道越来越浓郁 越品越有滋味 他的歌声就像那逐渐释放的茶香 越听越能体悟 其中蕴含的真挚情感 那种情感深沉而有力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 难以自拔 刀狼所唱的 绝非仅仅是歌 而是我们的人生 他的音乐没有华丽的修饰 没有繁复的技巧 却拥有一种最能触动人心的力量 无论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 那种对过往岁月的洒脱回顾 还是西海情歌中对爱情的深情诉说 都能让我们在歌声中 寻得自己的影子 找到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故事 产生强烈的共鸣 刀狼的音乐 就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 他的每一首歌 都是一次心灵的对话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片刻的宁静 让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 找到一丝慰藉 他的歌声 就像是一位老朋友 倾听我们的喜怒哀乐 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在刀狼的音乐中 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 体验到了情感的丰富 他的歌声 就像是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看过的风景 爱过的人 它们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旋律 刀狼的音乐 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一种情感的升华 刀狼的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音乐表演 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他用那深情的歌声 触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弦 在那闪耀的舞台上 刀狼的眼泪悄然落下 而台下的我们 也不禁为流满面 这些泪水 并非出于伤心 而是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 对刀狼音乐的无限热爱 与深深感动 他的音乐 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轻轻一转 便开启了我们心中 那扇尘封已久的门 让那些美好的回忆和真挚的情感 如泉水般再度涌上心间 刀狼 他是真正的音乐人 他的坚持与执着 让人由衷地钦佩 岁月流转 多少音乐潮流更迭 而刀狼的歌声 依旧保持着 那奋醉出的纯粹与力量 他不为名利所动 只是默默地用心创作 用心演唱 这样的歌手 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敬重和喜爱的 聆听刀狼的歌 就让我们尽情哭泣吧 在这些泪水背后 其实是我们对自我的感怀 他的歌里 有我们的青春 有我们的回忆 也有我们的无奈与心酸 每一句歌词 都仿佛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呼唤 每一个音符 都似乎是我们情感的真实流露 正因为如此 刀狼的音乐才能如此打动人心 让我们在泪水中找到共鸣 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力量与慰藉 刀狼的音乐 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是一种心灵的对话 在他的歌声中 我们找到了共鸣 找到了慰藉 也找到了那的曾经年轻的自己 他的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圣殿 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一次情感的释放 刀狼 这个名字 和他的音乐一样 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这些歌迷的评价 从不同角度 彰显了刀狼音乐的魅力与影响力 真诚 是爆红的必杀技 这一点在刀狼的身上 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他曾经对那些喜欢自己的歌迷说过 音乐是我的生命 而你们 是我生命的意义 无论未来多么遥远 我都会记住今天 记住你们的每一张面孔 每一份爱 愿我们的音乐 永远照亮彼此的人生 这样的话语 不仅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 更展现了他对歌迷的深深感激 在2024年9月21日的成都演唱会上 刀狼的情感达到了高潮 他哽咽着对台下的歌迷说 你们的热情 如同燃烧的火焰 温暖着我 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 你们跨越千山万水 只为了来听我唱歌 只为了与我一同分享音乐的美好 这份深情厚意 我无以为报 唯有将我内心最真挚的情感 通过歌声传递给你们 这一刻 他的真诚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也将这份情感传递给了无数通过网络观看直播的观众 刀狼不忘初心 将对音乐的热爱转化为对歌迷的感恩 用真诚的作品来回报和照亮自己的歌迷 这正是他能够成为顶流的秘密所在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结合 更是他情感和灵魂的投射 是他与歌迷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 对于刀狼的爆红 我认为这是他多年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是他真诚对待音乐和歌迷的自然回报 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功利主义的社会 刀狼用自己的真诚和坚持 证明了真正的艺术是能够打动人心的 他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才华 更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对音乐的纯粹追求